月歌说电影,专注好电影,大家好,我是月歌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方庭院 只要我们心向自由,悉心呵护 终会绿荫满园,岔子烟红 到那时,人生起落,不过风吹雨打 浮沉之间,自有枯荣相伴 得虚于良辰美景,便是那赏心乐事 凡妮莎,一个生活在日本农村的英国人 她喜欢走过乡间的每一条小路 听蛙鸣看插秧 稻田外的山绳裹得红绸 小桥下的溪流轻声嘶喃 而她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她的庭院 小院绿植成荫,各式花朵争奇斗艳 彩蝶飞舞其间 这里有风,有花,有香气 凡妮莎最喜欢看蝴蝶在这里飞舞 体会装身与蝴蝶的梦境 这里有150种香草 除了观赏之外,有些可以加入洗发水 有些可以做成一口酒 有些这杯制成茶饮或者菜肴 每种香草都有自己独特的功用 今天的午餐是迷迭香烤猪排 在腌好的猪排上加点迷迭香 咬一口鲜美的汁水在口腔里爆开 吃猪排,当然要拿着啃才最过瘾 院里的玫瑰花开了 淡粉色的花瓣格外美丽 浓烈迷人的香味让人沉醉 悠闲的日子里,她最喜欢修剪玫瑰 玫瑰花瓣是个好东西 可以泡茶也可以做甜点 将塞至半干的花瓣加盐腌制就可以长期保存 还可以加点薰衣草口味更佳 京都的春天美成的一幅画 出戎的溪流宛如翡翠般的玉带 夹岸的新绿透着让人欣喜的生机 最美的风景是如云霞般梦幻的樱花 最动听的声音是蚕蚕而下的瀑布 春天的气息飘到了凡尼莎的小院 灵星的花朵已经绽放 水仙花正在野蛮身上 这个时候就要给水仙花多余的叶子打上茄 这样叶子就会逐渐腐烂 养分则会从叶片转移到球根里 日本很少有人种水仙 这种做法可让她的园艺伙伴们开了眼 梵妮杀来日本已经40多年了 她本是英国贵族 1950年出生在童话般的城堡里 这里是英国贵族豪底之一 梦幻般的穹顶 天堂般的生活 她的玩伴是英国王储 可正是这样的生活 让她失去了很多作为孩子的乐趣 儿子的她做过一个梦 她和家人住在乡村小屋中 照料园中的花朵和香草 19岁时她决定跟随内心 像佛陀西达多一样 离开幽渥富足的生活 去寻找向往的自由 离开英国后她旅居印度 在那里她学习到了慢生活的道理 和土纳之法 接着身无分文的她决定前往日本 她先到路尔岛 后来到了东京 并在这里认识了查尔斯 正是她帮助梵妮杀搬到了京都 时隔38年 两人再次来到她刚到东京时 租住的房子 打开门 后院一贯的叉季风格 梵妮杀说 这个地方能让她感到安心放松 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心情 也许是合得来 也许是缘分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跟自己有缘的地方 后来她结了婚 在京都大学附近开设英语学校 那段婚姻持续了13年 她生下了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她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母亲 可突然有一天 她和丈夫决定各奔东西 她不想和孩子分开就一直在京都奔波 后来她找到了这么一个老房子 为了养家糊口 她准备在这里开设英语班 她将明信片投进这里每家每户的信箱 就这样投了整整一年 她遭到了180个学生 梵妮莎英语国际学校也成立了 当时她每天教几个小时英语 傍晚熄灯之后 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这片庭院的美景 她本是城堡里长大的公主 如今却能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地 一边经营学校 一边抚养孩子 认识的人都很敬佩她 她是一个很善于学习的人 哪怕是简单的打胡蝶结 她都会很认真地学习 夏天伴随着阴晕的雾气悄然而至 香日葵随风微熏 急速的残民犹如声声薅角 吹出着田里的水道快快生长 绿浪轻轻地摇 白云缓缓地飘 梵妮莎坐在小院里没有空调 一把菩萨 偶有微风临声正正 一种安然与良意从心底生起 剩下的暑气遍野随风而散 此刻她只需要安安静静地欣赏自己的庭院 叉子烟红开变 指的是蝴蝶花 粉的是百合花 还有爬满墙头的绿曼 简直美得不像人间 梵妮莎觉得 到了40时 她的人生才真正开始 她想放慢生活的步调 找到推心自负的同道中人 也是在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现任丈夫阿正 她是一名摄影师 比梵妮莎小9岁 但她认为 在爱情里年龄不是距离 两人一拍即合 梵妮莎感觉和她在一起很自在 就像认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就在山上 甚至连婚礼都在山顶举行 结婚两年后 她生下了儿子幽人 她答应自己 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守住这个家 当时 他们必须搬出那间出租屋 她花了一年时间 找到这个房子时 这里非常昏暗 漆黑一片 但她对这里一见钟情 立刻开始了改造 改造一点一点的进行 每当修整完一个区域 他们就会感到满心的幸福和骄傲 这里的每一个器物都独具匠心 透露着古朴和优雅 不仅仅是改造 改造完的维护也是重要功课 修补榻榻米的师父 手艺精巧 一针一线 尽显精妙 修补实用篮草打补丁 不仅漂亮 而且还有独特的香气 细袖之下 雅阁生香 梵妮莎认为 生活就是一种艺术 她很喜欢村民们的传统工艺品 它们都是由天然的纤维材料制作的 竹篮 木桶 火锅 这些寻常百姓家的器具 自有一种古朴 亲切的美感 梵妮莎常说 要倾听自己的内心 只要随心所欲做正确的抉择 内心就会变得轻盈 而毫无负担 又到了采集薰衣草的时候 梵妮莎不会全部采光 她会给蜜蜂留一些 这样它们一定会很开心 她觉得 害怕昆虫的人 看见它们可能会尖叫 但说不定 昆虫看见人类才更害怕呢 这么张巨大的脸 到底是从哪来的 把薰衣草晒干后 可以制作薰衣草蜜蜡 有一个误区 人们经常认为薰衣草 是紫色的 但其实薰衣草 煮出来是茶色的 市面上紫色的薰衣草 制品都是被染了色 做好薰衣草蜜蜡后 梵妮莎开始用蜜蜡 涂抹加剧 薰衣草发出的气味 具有蛆虫的功效 同时 房间里会充满薰衣草 迷人的香气 擦拭完以后 木头的表面变得 柔和了起来 在阳光的照射下 既厚重又温和 一种沉淀了时间的沧桑感 缓缓运现 梵妮莎很佩服 这里的老人们 他们拥有超多的生活智慧 会因为吃到一口 鲜栽的沾了酱的高丽菜 而大乎幸福 这样的生活 虽然简单 但却自有一种安逸 梵妮莎的人员极好 时常会有人来给她送菜 这次送来的是紫苏叶 紫苏可以用来腌菜 和腌制梅子 风味独特 送菜的婆婆 活成了一尊弥勒佛 总是笑口常开 她说工作是她的活力来源 只要知足常乐 就没有什么让她不开心的事 按照婆婆教她的做法 梵妮莎很快就做好了一大瓶 深红色的紫苏枝 镇上便利店的店主 时常会上货一些新鲜的蔬菜 梵妮莎会定时光顾 店主对梵妮莎评价很高 说她总是身体力行 在生活中践行 仙人的智慧 梵妮莎觉得 能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种地方 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 取下晒干的甜回香 把种子一粒粒剥离 亲自参与剥种的过程 能让梵妮莎觉得安心 这样才更贴近自然 因为种子是一切作物的根源 她还会多取一些种子 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毫无疑问 搬到乡下的这几年 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她觉得庭院是离神最近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 她自己心中也存了很多种子 一直等待着发芽的两机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如其来的恶难 打破了宁静的生活 大女儿朱莉生病了 她未婚先孕 生完孩子后 患上了失觉失调症 脑海里不停地出现幻觉 梵妮莎很是头疼 可也没什么办法 现任丈夫阿正更是不理解 朱莉为什么会生病 甚至认为她是在逃避生活 几年后 朱莉的儿子静也长大了 母子俩来到小院 朱莉的情况好了一些 可她也丧失了部分记忆 好在静很孝顺 这让梵妮莎心里有了些许安慰 朱莉很喜欢偷喝 妈妈做的迷迭香酒 迷迭香的花语流传已久 意思就是回忆记忆 朱莉说 喝了迷迭香气泡酒 就能勾起她很多美好的回忆 傍晚她们在玻璃瓶里点上蜡烛 夜幕降临 点点烛光闪烁 阵阵挖身残迷 品美酒佳肴 亦往昔死光 幸福生活 不过如此 梵妮莎渐渐渐接受了女儿生病的事实 人生有太多功课需要学习 她也只能在内心不断祈祷 祈祷每个人都能平安喜乐 如若不能 那就祝每个人都能随遇而安 京都的秋天来啦 火红的枫叶 晒过二月花 彼岸之花开在道前边 如雪似火 远处是万山红遍 陈林竟然的壮阔山巒 梵妮莎拿出发酵好的摄氏枝 给木凳涂刷 摄氏枝有防水功效 涂了就不怕玉璃 这也是慢生活的一种体现 慢的心境也就意味着 用珍惜一切的心态 去对待每一个物件 坏了就要修补 直到无法修好才会换新的 这不仅仅是节约 更是一种心境 一如心态 一如感情 秋天是赏菊的日子 金光菊开得最好 虽然它内里乌黑 可花瓣却是金黄色的 只有懂得人才能欣赏它的美 橙子黄瞪瞪的挂在树上 散发着诱人的果香 梵妮莎和阿正来到森林砍柴 渴了就喝甘甜的山泉水 累了就在河边休息 吹着山风万分愜意 可这样平静的生活又有了波澜 阿正出轨了 因为他们感情一直很好 所以梵妮莎无比震惊 茶饭不思 甚至报收了十五斤 阿正也坦言 她爱上了别人 想和那个人失守终身 为了证明她的真心 她甚至从家里搬了出去 准备跟那个女人去法国 面对丈夫的出轨 梵妮莎只能不断祈祷 迷想 一次转移注意力 让自己保持平静 可这种事又怎么能轻易释怀呢 梵妮莎感觉自己 坠入到了绝望的深渊 阿正也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 她打电话给梵妮莎 她不想去法国了 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接下来的几年 他们过得很辛苦 阿正一有时间就去爬山 直到出现了意外 一场叛岩事故让她生命垂危 头盖骨骨折 严重的脑出血 梵妮莎赶去医院 好在手术很成功 阿正醒了过来 可身体还是不能动 很可能会因此瘫痪 梵妮莎不计前嫌 不离不弃 阿正深受感动 她担心自己会变成植物人 妻子和孩子都会离她而去 可没想到 他们非但没有抛弃她 反而悉心照料 经过这件事之后 阿正彻底回归了家庭 一家人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京都的冬天有一种别样的美 整个世界银装树果 雪花飘过窗林像蝴蝶 挂在树上像雪傲 庭院早已经是白茫茫一片 树枝上宛如翠山堆穹 本来枯瘦的叶子也变得圆糊糊 毛茸茸的 平添了几分可爱 几个月后阿正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梵妮莎和她来到郊外 在山林里漫步 梵妮莎觉得 原谅就是对过去放手 每个人都希望求得内心的安稳 但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愿放过自己 他们在雪地里喝着 豆蔻咖啡 欣赏着雪景 那种宁静的感觉 就好像全世界都在沉睡 日月呼气不远息 春雨秋气待续 又一个春天来了 离家五年的大儿子也回来了 梵妮莎做了一大桌子菜 一家人举杯欢庆 她砸了俗尾草 艾草和胡尔草 这些都是庭院的馈圣 一来到庭院 她就会忘了时间 仿佛走入天国一般 因为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花草 有时很美 有时也会枯萎 就像世纪的轮回 就像人生的交替 庭院就是梵妮莎活力的来源 俗话说 重要的不是遭遇何种考验 而是我们要如何面对它 人总会老 人生总会遭遇不幸 但庭院却总能让人 拥抱初心 而上帝给我们 真正的窥离就是 心之庭院 祂深深地埋藏在 每个人的心底 藏在我们的呼吸中 藏在我们的灵魂中 《世纪之庭》是简缘何彦之道 2013年上映的作品 这是一部人物纪实 也是一个浪漫的美梦 毫无疑问 每个人都有一个庭院梦 在庭院里 与自己相处 与鲜花为伴 这宇宙有万般姿态 这万物有万般模样 须于数十年 弹子已亏迁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去看外面那些 苍茫过境的云烟 很多年前 有一个诗人如此写道 为马 劈财 周游世界 关心粮食和蔬菜 时至如今 这种简简单单的日子 依然是无数普通人 梦想中的生活 有网友说 片子里的梵妮莎是贵族 有人脉 有能力 所以她可以这么生活 但我们也忽略了 她由奢入见的痛苦抉择 她经历了两次婚姻 女儿的患病 丈夫的出轨以及瘫痪 等人生困境 你之所以没有选择 你所向往的生活 可能是因为 你对现有的生活 并非完全不满意 又或者是 你对向往的生活 并非那么热爱 生活没有对错 生活方式也没有好坏 不过是看 你对哪一种生活的意愿 更加强烈 也许我们不是没有勇气 去过那样的生活 我们只是没有勇气放弃 现有的生活 我们害怕放弃之后 又得不到自己 想要的结果 于是我们只能 一边向往 一边患得患失 其实呢 没有哪一种选择 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世间所有的灿烂 都需要孤独来偿还 所谓的修心养性 养的不过是 面对任何人生境遇 都能从容不迫的心性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点赞 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没有 有些人 没有 没有 养 没 没有 没 没